人生苦短 我用Python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人工智能大数据 与复杂系统课程之Python课程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玉杰 来自巡洋界科技 是巡洋界科技的一名开发工程师 那么下面咱们正式开课 从今天开始 我会分五个半天的时间 也就是总共两天半的时间 来给大家讲解Python 这两天的课程安排是这样的 第一天 也就是今天 就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编量与数据类型 以及常见的数据类型的用法 第二课 第二个半天 会大家讲解条件 循环 函数 云类 第三天是Python爬程 并用数据库的MySQL数据库存储 第四天是用Python的数据处理和分析 第五天是一个 我跟铁哥一块讲的一个课 是泰坦尼克性存者预测的这么一个课 对于咱们这个编程来说呀 两天半的时间肯定是比较短的 如果你是一个编程小白的话呢 你可能会有疑问 说就这两天的时间 可能说学不会 或者学完之后呢 会疑惑自己会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在这里开课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学完咱们这个课程之后呢 你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就是学完本节课之后呢 你会第一呢 掌握基本的Python语法 并编写简单的Python程序 第二呢 可以阅读别人写的Python代码 第三就是能够编写简单的爬程 第四是可以进行基本的数据分析 可以说呢 咱们这个课程呢 是一个纯入门课程 就是带领大家从不会到入门 那至于接下来 大家是从入门到进阶 还是从入门到放弃呢 这要看大家以后的学习了 前面几天呢 大家就是听铁哥呢 还有洪校长呢 给大家讲解的是一些数学的理论课程 而今天呢 咱们讲解的是Python课程 我们这样安排呢 是有道理的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是因为人工智能 也就是说咱们平常说的机器学习呢 它需要 第一呢 是数学理论知识 包括像统计啊 现在输入微积分等等 第二呢 就是编程能力 因为本期课 我讲的是Python 昨天呢 龚和阳老师讲的呢 是R 这些呢 都是编程能力 前面几天课我不知道大家觉得 就是说学数学理论的时候 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困难 从今天开始呢 就是说如果你前面觉得困难呢 那么今天呢 我讲Python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轻松一点 因为我会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呢 来给大家讲解Python这门语言 我现在呢 手机的群呢 是能够看到大家群的 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什么话呢 可以在群里直接发言 我就可以随时的回复大家 在今天的通篇呢 我都会用Notebook来为大家讲课 Notebook呢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前前几天呢 就是我们的班长也在群里发了 就是Notebook的安装文档 它是一个Notebook呢 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它非常适合用于教学与做笔记 现在呢 我发现就是在GitHub上 大家越来越多的呢 是在上传自己的Notebook文件 来整理一些自己的一些代码 今天呢 就是说我在上课之前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文字给敲出来 包括还有下面的代码 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Notebook的最常用的用法 而且大家呢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 Notebook它主要分code 跟Markdown两种的格式 在本期课之中呢 就是大家还可以学习一下 Markdown的一些常用的用法 下面呢 我们开始正式的来讲我们的python 这里呢 我为了大家方便呢 我把这个放上提一提 python 刚才我说到今天的课呢 会非常简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python这门课 它的一个主要的特性 它就是简单 另外呢 python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性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呢 其实是用的是 Markdown的格式 我选中它之后 点一下m键 然后呢 我按执行 它就会shift加inter键呢 它就会显示成我们Markdown的格式 python的特性呢 第一呢 是python的语法简单 容易理解 容易学习 第二呢 第二呢 是跨平台 可以在Windows 包括Linux MacOS等系统上运行 就是说 如果咱们编写的代码 是在自己的个人电脑上 无论是Mac还是OS 都可以很轻松的 部署到我们的Linux服务器上 第三呢 就是python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它可以做网站 解爬虫 做大数据处理 还有机器学习 最后一个呢 就是python 它拥有强大的 丰富的第三方库 像Nampia Panda 这是为什么 就是一些数学科学家 越来越喜欢用python的原因 下面呢 我们正式开始讲python了 对于学习任何一门编程语言来说呢 学习 我们通常编写的第一行代码呢 都是在屏幕上输出一行 Hello World 输出一行Hello World的呢 一般来说 这是每一种编程语言中最简单 最基本的一个程序 以至于学习每一种语言的时候 打印一行Hello World 已经成为了学习编程的一个传统 我们呢 也不例外 我们呢 也来尊寻一下这个传统 打印一行Hello World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markdown markdown呢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用法 如果输出三个警号呢 我再写一个 最简单的 开始 开始 我们打印一行 Hello World print 引号 Hello World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按住shift 在inter 我们就会执行 下面呢 程序就是我们的输出 它在我们的页面上呢 输出了一行 Hello World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这个程序能够成功的输出 Hello World 这说明我们的配置环境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想给大家说的呢 就是说 就是说 其他语言呢 要学一个打印一行 Hello World 那么我们在Python里呢 我想跟大家提的 提的另外一个呢 就是import this 如果我知情的话呢 它就会发现大家 下面它打印出来了一首诗 这首诗的名字呢 叫Python之禅 下面呢 我把这首诗的那个中文的翻译呢 给大家在这里展示一下 然后我把它 这个时候呢 我按一下M键 把这个行呢 转化为Notebook Markdown的格式 或者我转化为Raw 然后我执行一下 Python之禅呢 讲的是一些 我们应该编程 编Python代码的时候呢 一些常用的规范 你应该如何去编写Python代码 才能使得你的Python呢 更Pythonic 大家如果在编程的时候呢 每天可以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呢 先import this 然后呢 打印一下我们这首Python之禅 来看一下 优美胜于丑陋 明了胜于晦涩 简决胜于复杂 这些呢 都是我们编写Python代码的一些 应该说 大家应该从一开始呢 一一灌之的一些 对自己的一些要求 下面呢 我来简单的看一下 这两这两行代码 第一行打印print hello world print呢 是我们Python3里边的一个打印函数 它呢 就是要print 然后是口号 代表呢 它是个函数 里边呢 是它的参数 参数它可以是任意的对象 任意的对象 此时呢 我们先是hello world 用引号 把这个字符串呢 给扩起来 引起来 其实呢 引号呢 它可以 既可以是双引号 也可以是单引号 这个没有 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他 这 那么说我们什么时候用单引号 或者什么时候用双引号呢 任何时候都可以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在 比方说 如果我在单引号里边 我就是想hello world里边 我又想 打印一盒单引号 怎么办呢 因为它默认的 字符串呢 是从一个引号开始 到一个引号结束 如果我们中间出现了引号呢 这说明我们的这个字符串 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面的呢 它就认为是我们的 是一个错误的 一个字符串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选择转移字符 这就是转移字符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不是字符串结尾 我就是一个引号 我就是一个引号而已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执行一下 可以看到 这里确实是输出了一个单引号 同理呢 如果你在双引号里边 想输出一个双引号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 同样需要用到转移字符 这里输了一个双引号 所以说 合理的利用单双引号 可以避免我们使用转移字符 因为转移字符 它多了一个斜杠 从写上来说呢 从敲代码上来说 它非常的丑陋 这样呢 比方说 我这里想输入一个双引号的话 我就需要 我就直接用 外面是单引号就可以了 如果我输单引号 外面呢 就是双引号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说 合理的使用单双引号 可以避免我们使用转移字符 下面呢 就是import this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导入this 这个模块 或者说 这个文件 在Python中 就是我们 写代码呢 会经常用到别人 或者说 Python内置的 很多的一些函数 这些函数呢 通常存在于 大量的模块之中 我们首先 引入这些模块 再可以使用 这就好比呢 好比 好比呢 我们说到 皇上 你就是写代码的 这个皇上 皇上呢 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呢 但是 你可以 你说 皇上 来给我炒个菜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皇上 可以说厨子 叫一个厨子过来 给炒菜 它就是这个意思 我叫过谁来 谁来完成 这个特有的功能 就是这样的